民政党很有进入国 所以呢 我们已经是 应该是两届的全国大会 都是以民政党自己本身 以一个固定政党的一个方式 进行我们的全国大会 所以呢 在2018年 我们 6月23号退出国政过后 在2018年的全国大会 也是我们的党选 那时候呢 就生产了 那个新的领导层 然后当然 那个全国大会 也是用民政党本身 以一个 独立专业的一个政党 进行我们的全国大会 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的全国大会 我们把它搬迁道去合伙走 因为那时候是准备我们的 但就BI的途选 所以BI去助选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新 一个比较创新的方式呢 就在柔佛中 在很多的场合呢 我要强调的是说 民政党有自己的章程 民政党自己有自己的章程 有自己的一个系统 一个方式 来进行一切 民政党自己本身的方向跟决定 所以呢 最主要呢 就是说 整个程序 是第一 要通过中央工作委员会 要通过中央工作委员会 就是我们英文讲的CWC Central Working Committee 中央工作委员会通过过后呢 还是要经过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会 还是要经过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会 还是要经过的中央委员会 到现在为止呢 他都还是没有干意思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们 就是要支持 Dance Way Muhyiddin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呢 就是用这样的 因为三个 三个 刚才我所提的那个 原因呢 民政党就决定了支持 那个 Dance Way Muhyiddin为首的政府 民政党也决定 有那个议员加入我們 当然 在党有议员要加入CM 没有这回事 所以我跟你讲说 敦马来我们的团派 有他的议程的 有他的原因的 为什么他来一个 独立政党的团派 接下来就有 Sheriton Move 接下来他辞职 所以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这个已经够足够 跟我解释 我已经解释说 我们不是 我们不支持西蒙 我们那时候 以独立政党 我们也不是在野 因为我们连一个国州议席都没有